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要跟你講一下什麼叫轉介紹的技巧 轉介紹有分兩種 例如說我今天有課程 然後想要請某一個朋友或是某些朋友 幫我推薦我的課程給他的朋友 第一種方式就是會請他推薦給他的朋友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說 如果你幫我推薦一個人來參加我的課程 變成我的學生的話 我就會撥兩千塊獎金給你 他可能就會覺得還不錯 有這個佣金可以賺 我就介紹朋友給劉奶爸上課 然後他自己就可以賺到兩千塊的佣金 另外一種轉介紹 完全不拿佣金 劉奶爸 我覺得你的課程真的不錯 而且我喜歡你的教學風格 我會相信你這個人 我幫你轉介紹 一毛錢都不跟你拿 我轉介紹過去我會有一個殊榮 什麼樣的殊榮呢 就是他的朋友會對他非常信任 比如說小明要幫我轉介紹小華來上我的課 小明本身也是我的學生 然後小明介紹小華來上我的課 小華會很感謝小明 因為劉奶爸的課又便宜又實在 然後又有很不錯的效果 又傳達非常多正確的觀念 所以小華就非常感謝小明 因為小明沒有賺任何一毛佣金 所以小華也不會覺得他在賺他的錢 小華不會覺得說小明在賺小華的錢 那假設第一種方式的話 你今天介紹別人 小明假設介紹小華來 然後劉奶爸給小明2000塊 小華如果一旦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他會有什麼感想 他會覺得說 小明你介紹劉奶爸這個人給我認識 一定是為了你自己想要賺他2000塊 而不是劉奶爸的課真的很好 這種介紹有牽扯到利益的就不太好 知道嗎 這種介紹方式 如果你有給錢 那小華就會覺得小明這個人 是為了想要賺錢 而不是為了小華 那今天 劉奶爸有一種方式 就是你們去 譬如說 小明你是我的學生 然後 小明你來上課 你可能花了一萬塊來上課 那 但是 小明你介紹你的朋友來上課 因為我之後會漲價 那 小華他可能必須花一萬五千塊來上 但是呢 只要是小明你介紹來的 他一樣是一萬塊就可以繼續來上課了 那小華就會覺得很窩心 而且小明會覺得很有面子 因為 小明會覺得說 哇 我介紹小華你來上劉奶爸的課 小華你不用花到一萬五千塊 你只要花一萬塊 那 你覺得小華會不會很感謝小明 肯定會啊 因為小明幫小華省了五千塊啊 對不對 那 你希望你當什麼樣的人呢 你是希望去賺 流奶爸給你的佣金 還是去贏得你的朋友對你的信任 我想這一點是 很多 很多學生搞不懂的原理 一種 在 社會上的歷練 一種人際關係 搞不懂的一種原理 如果你今天 因為為了拿佣金 而去推薦這個課程給你的朋友 那你在你朋友的心目中 是沒有地位 沒有價值的 以後你再去介紹給小華 假設小明今天 是因為領了兩千塊佣金 才去介紹給小華這個課程 那以後小明介紹給小華的任何東西 小華都可能再也不相信 這是最大的重點 我們再回過來講 假設你已經明了這個原理之後 我相信很多二十幾歲的人 他一定很難懂這個原理 因為沒有那個人生的體認 甚至很多四五十歲的人都還搞不懂 老實講 一旦你了解這個原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做網路行銷 你也要有這種 讓人家非常幸運的感覺 所以 我們來講一個東西 今天我用Email或是用Line 去群發訊息給你所有的潛在客戶 未購買客戶 你要給別人的是一種信任感 所以 假設你今天 希望別人幫你轉介紹 我們講Line的帳號好了 你要怎麼樣推廣你這個Line的粉絲 你要怎麼去請別人幫你推薦 它有一個按鈕 推薦按鈕 你怎麼樣讓你的朋友或是你目前的客戶 幫你推薦你這個官方帳號給他的好友 難道你又要用你幫我推薦我就給你多少錢嗎 你又用這種方式嗎 這不對齁 你必須要幫他做足面子 譬如說 小明你幫我幫流奶爸的帳號按一下推薦給你的朋友 那但是呢 我不會給小明任何好處 可是 小明一旦推薦給小華 那小明在小華的心目中 地位就提升了 為什麼 因為 流奶爸的帳號 一旦推廣出去 推薦出去的時候 對方會持續收到流奶爸錄製的教學影片 所以對小明來說 我幫小明做足了面子 那對小華來說 他得到了 他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他得到了很多他要的教學影片 那小明跟小華的關係呢 就會變得非常好 兩個人的關係就變得非常緊密 依然是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他們中間並沒有利益的 不會讓小華覺得說小明你是為了賺我的錢 所以這種感覺 人家才願意幫你推薦 你必須要持續產生好的內容 而且是對方想要的內容 那這樣小明幫流奶爸推薦 我的官方帳號給小華的時候 小明本身也比較敢推 他不只是推給小華 他還會推薦給他其他的好朋友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什麼 你自己的官方帳號 你自己要一直去update最新消息 而且是對方有價值的資訊 那這樣像小明這樣子的人呢 你就可以找很多告訴他們說 你們只要推薦我的帳號給你的朋友 絕對會非常好面子 絕對會非常好面子 那你就盡量去推吧 那一旦小明覺得很放心 他就盡量幫你推薦了 把握這個重點 這樣你去請朋友幫你推薦 別人才有足夠的理由幫你做推薦 算了 少了 但有些事情